爸 怎么样 能修好吗 不好修啊 那都仔细回来再说吗 仔细可能也修不好 不会吧 车把螺丝拧不上去 这个吗 嗯 这个好像坏了 哎呀 课程时间 现在是越来越拧不上去 那都仔细回来看看再说吗 咱把的三轮车坏了 哪里坏了 车把的螺丝拧不上去了 是吗 你去看看吧 好 这个呀 能修好吗 这怎么能滑丝了呢 不知道呀 对了 刚才咱爸说 以前还能扭动呢 现在越来越拧不上去了 我想想吧 咱家 怎么样了 不 你来一下 能修好了 你来一下 啥事 我觉得 这车还是别修了吧 修不好了 也能修好 就是滑不来了 是吗 如果只是车拔的螺丝滑丝了 那还好一点 好修 关键是 这车的发动机也要修了 发动机也坏了 也不能说坏了 麻烦一点 肯定要换点配件 那还有一个选择呢 还有就是换辆新车 这个好 就是不知道咱爸会不会同意 是啊 那没事 先去和咱爸商量一下 不同意了再说 爸 仔细说摩托车不好修呀 我知道不好修 不光是车拔螺丝滑丝了 嗯 发动机也有问题了 这我也知道啊 那怎么办呢 仔细有办法呢 也有办法 就是得换配件了 这样不划算呀 仔细的意思是 咱们修三轮车吧 是你也是吧 爸 你怎么能不相信我呢 就是仔细的意思 是我的意思 修的话真是不划算了 问题有点多 不是我不顺利着老车呀 咱们新三轮车 真是了得大用 到农忙是可以些 基本上都是给它放置 爸 你忘了 今天收麦子的时候 都着急去地呢 三轮车就是启动不着 还是买辆新车吧 嗯 还是不懂 爸 我还以为你会说 嗯 那行吧 爸 该买新车了 这车有二十年了吧 差不多 就是呀 爸 不用不舍得 去买新车 你出钱怎么样 要是这这 那我还能考虑考虑 真的吗 那啥时候去停车呢 对了 要不现在就去吧 能不能先就说句话 好 上次又买新车了再说 看能不能先过这车修好 再说是啥意思呀 爸 你还是不舍得 想看看能修好不能 如果实在修不好 哦那咱们没新车 能修好吗 就是不划算 这些 嗯 大概能划多少 现在还不是很确定 不确定 嗯 嗯 嗯 那这这吧 我再考虑考虑 好 爸 我得先去看看新车吧 也是啊 啥时候去呢 过几天吧 晚上觉得有点不对劲 爸 那你先歇着吧 都好了再说 走 我 谢谢大家